財財竟在運通 大家好 歡迎收看價值營投資 昨天大阪指數大跌100多點 我說指數已經來到 鐵板支撐的位置 你要跟我大膽布局 第二季業績成長的 強勢性的機油股嗎 今天大阪指數是不是上了 所以大盤指數 從1萬點點到9500點附近 我說指數便宜了4500點 這時候是你 減便宜鑽石最好的時機 所以大盤怎麼走的 大盤有問題嗎 我擔心的同樣還是你持股的問題 如果今天大盤上漲 你的股票還是弱勢股 該換則換 上禮拜是大盤一根長黑殺下來 我說這是很漂亮的盤 它在洗盤嘛 盤式的一個結構反覆震盪 洗完盤自然會走高 接下來怎麼布局股票 上禮拜我的指數來到9552 鐵板支撐區已經到了 大膽布局第二季業績成長的機油股 所以呢這禮拜有沒有上去 一根長紅嘛 大漲100多點 我說接下來如果大盤子豬要攻萬點 洪家軍會領軍 洪海集團的股票會一檔一檔表態嘛 所以今天你看到2354的洪准 再度的創下波段新高 1026414的洪海集團的股票 工業電腦的華漢 今天已經來到351了 三天的時間 賺了快40塊錢的利潤 這是我們操作的標的 所以當昨天 大盤指數又來到9536 比上禮拜的低點更低了 但是位置是不是一樣 接近鐵板支撐 我給你策略有沒有改變 大漫布局第二季業績成長的 強勢性的機油股 所以如果今天大盤數 漲了60點 你的股票還是不會漲 好像要破底 同樣我給你的操作建議 就是換股 就是換股 你只有換股 才有從生的機會 你只有換股 你才有反敗為生的機會 我這兩個禮拜 給同樣的策略一直沒有改變 大盤就是在整理 你就是要調整持股 你要太弱留強 你的一個中心操作 就是要買進強勢股 避開弱勢股 到今天為止 盤的一個脈絡 漲了60點 如果你的股票 不動 甚至破底 該換則換 不換則亂 你的資金效用 不會得到一個 很好的一個操作效果 我們這邊 給你的股票 檔檔 都是強棒 檔檔都是強勢股 紅海集團的紅准 今天強不強 今天來到102 昨天我還告訴我們會員 續報不解碼 昨天的上影線 來到100整數關卡 有人說要賣 它漲完了嗎 一檔強勢性波動的標的 我說它要兩個特性 一個基本面要夠強 一個型態要夠強 這是強勢股的一個 選股邏輯 所以紅准在上禮拜三 我說它基本面 4月營收新高 年成長率高達149% 你就知道它的訂單 相當漂亮 晚行底的架構 符合強勢股的一個選股 所以呢上禮拜三 領先大盤過高的強勢股 紅准啊 最低點90塊半 發動點要會滿 上禮拜三 大盤跌了113點嘛 我又蓄勢待發準備往上攻 所以當上禮拜五 黑客放跌下來 跌到92.4 我在節目當中告訴你 它回撤得很漂亮 那我盤中怎麼帶會員呢 逢低92.8再買紅准 所以我在電視上所分析的內容 跟我盤中 實際帶會員的操作 有沒有一致性 所以接下來 你就看到一檔股票 它的表態的上漲過程 會讓你驚艷 真的有夠厲害 看回不回 一路的往上攻啊 它當然是強勢股 對不對 所以上禮拜三禮拜五 買完之後 這禮拜一97塊錢了 禮拜二99.8 昨天最高腰動腰 破百啊 我告訴你 紅准外資投信都在買超 不減碼續爆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 籌碼面越來越穩定的紅准 今天股價四日 是繼續一個創新高 我選的股票 就是基本面 往上成長的極有股 所以法人圈喜歡買 公司派喜歡做多 接下來呢 股價在昨天 來到100塊錢 感覺有賣壓嘛 因為留下一個上癮線嘛 我說暫時不用減碼 我告訴各位可以續爆 今天的一個紅准呢 股價有沒有持續性的大漲 中長紅 102了 再創高 所以同樣 這個盤 對你來講 或對我們會員來講 勝負 已經分曉了 如果你現在手中還是一些 阿里葡萄的落資股 不頂張 尤其它的基本面 如果出了嚴重問題 該斷則斷 該換趕快換 否則接下來 大盤重視 哪一天會漲到萬點 你的落資股還是不會動啦 不會叮噹就是不會叮噹 會叮噹的股票 我會帶你買 所以今天 我們會特別 給同沒有一個重申 反敗為勝的一個專案 等下你自己把握一下 所以 鴻海集團的相關個股 我們有沒有一檔一檔介紹給你 今天的法案 在創新高的 在禮拜三 它是不是跟 上禮拜三的紅嘴 一模一樣 領先大盤過高的強勢股啊 你不要認為大盤數 往下做修正 再整理 就沒有股票可以買 如果你的眼光 只著重在大盤的表現空間 你會喪失了很多強勢股 讓你賺錢的機會 一千多檔股票 哪些股票 它的走勢比大盤強勢 哪些股票第二季的業績展望是往上成長的 我這邊負責挑選給你 所以在禮拜三的華漢 領先大盤過高的這檔機油性的股票 你看它的獲利數字驚不驚人 第一季的獲利是歷史新高 前四月零收成長兩倍以上的華漢 洪家軍的工業電腦機器人 我問我們大家會員買 我買在308 我拿出會員的訊息來跟你對時間對價格 保證一定買得到 我不會呼嚨觀眾啦 告訴你我們買在這邊畫個圈圈 買在299、290這邊 買在禮拜三的最低點 沒有 我就是買在308 因為會員也在看 所以禮拜三的華漢 308買完之後 隔天工掌亭 洪家軍的華漢 禮拜三買禮拜四工掌亭 今天華漢最高351 351賺38塊錢落貸 今天我選擇站在賣方 短線三天的幾漲 先落貸一下 12.05分華漢連漲三天嘛 345以上先賣出一趟 當時候12.05分華漢的價位在幾塊錢 346有沒有 再一次對時對價 345以上保證一定賣得掉 很從容不迫的下車啦 我為什麼要把今天華漢的賣出訊息 秀給同朋友看 我就是不希望你今天 胡亂去追高 一檔股票的操作 你要跟我買在八棟點啦 紅準 上上禮拜三 這邊是不是很老買 上禮拜我的鴨尾 是不是也可以承接 沒有錯吧 買完之後你會害怕 前兩天一個震盪洗盤嗎 爆上去 六四一四的華漢 禮拜三的發動點 買在308 昨天漲停 今天持續去創新高 三天的時間 我可以賺到38塊錢 我先賣一趟 你不要去追高 好不好 今天盤中12.05分 346賣 尾盤 338啦 還是上漲的 所以呢 希望下一次 我華漢 結尾的同時 你可以跟著訊息一起來動作 我是會帶會賣股票的啦 有些會員 有些分析師 他們在電視當中是不秀賣出的訊息耶 只要漲的股票 漲停滿的股票都是他們的 哪一天股票跌下來 才忽然 告訴你他哪一天賣掉了 沒有拿出 給予會員盤中的訊息 那都不可自信啦 那都是有問號的 有疑慮的嘛 所以今天一個例望 我也選擇站在賣方啦 我等一下一樣會把 帶領會員賣出的訊息 拿出來跟你對時對價 保證一定賣得掉啦 例望 反押已到 停利賣出 這邊就是反押啦 我認為這次的反押 不會一次就過 所以先賣一趟 例望呢 從2月10號 股價在300塊錢 即將出現轉折買點 帶會員買 4月27號大雙底嘛 335附近還可以買 這禮拜二呢 我說反覆震盪整理會再走高 走高之前的例望 這禮拜二 我們350 還告訴會員可以買進 到昨天 例望漲到375 25塊錢的空間 到今天 利望呢 股價最高383啦 那既然前波有反押 不會一次就過 所以今天選擇站在賣方 該賣的時機點到了 9點40分告訴會員利望 376以上獲利賣出一趟 那40分你自己看下利望的一個價位 377.5 同樣 再次對時對價 376以上保證一定賣得掉 可以賣在377.5附近啦 賣完之後其實利望也沒什麼跌啊 所以我們的一個操作 發動點 一旦看到了 第一格時間你跟我上車啦 不管是買還是賣股票不要拖你帶水 要乾淨俐落 買完之後該停利位置我就會下車 唯有在高檔拔檔資金落袋 你才有機會當股價回檔的時候 買更多的張數嘛 或是把資金換到下一檔強勢個股身上 所以面對今天大盤的一個上漲 如果同樣 你的手中持股還是軟趴趴 還是不會動的 該如何轉換 今天提供給你一個雙股的專案 雙股的專案 保證一次只做兩檔股票 絕對不會超過第三檔 3比3加3啦 好不好你好好利用這樣的一個 雙股的一個專案 來讓你的股票 調整到一個最佳的狀態 這是一個重申 這是一個讓你反敗為生的專案 自己好好把握一下 休息一下再回到今天一個現場 隔牌氣密窗 2987 1111 巴菲特 巴菲特 運搭頭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最誠信的分析師 信任蔡老師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贏了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搭頭顧永遠值得託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 巴菲特 運搭頭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最誠信的分析師 信任蔡老師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贏了2781-0909 2781-0909 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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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店捷运在身边来回穿梭 澳洲PTW国际团队将游艇变建筑 碧潭水岸捷运景观宅 双水欢29131333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礼拜二的大立光它往上走高 它的基本面不用我分析了 老同学都知道 那形态上的一个突破 礼拜二 我说大立光这档股票你敢买 毕竟3000多块钱的股票 很多同样不敢买 我说礼拜二你敢下去做承接的 一样会赚钱 今天大立光股价呢 3500了 一张要赚150块钱困难吗 踩对节奏买进强势股 短线的获利空间相当惊人 这档大立光是我们高均会员的核心持股 有些股票我只会默默的带会员操作 我不想速到糟糊 影响会员的一个操作 你看一下这档日游 我在礼拜二告诉会员 9.48分啊 他4月营收年成长率高达44% 随时会突破 92.5以下就买进 很明确的时间点 很明确的股票跟价位 买得到吗 9.48分 日游的价位在92.3啊 对时对价 92.5以下一定买得到这档日游 礼拜二啦 我说随时会突破的日游 我们来看一下这档股票 礼拜二 这个位置啊 收盘收92 5月19号 5月19号告诉会员92.5以下 保证一定买得到 这是我们私底下带给会员的 私房菜标股 他有没有 突破 昨天涨停 突破 今天盘中再度的涨停 最高104.5 我买在92.5啦 所以对于 接下来的一个操作 我们给你的 私房菜的标股 有可能是在 双股专案活动里面的 其中一档 电视上可能不会讲 但是绩效你一定看得到 3比3加3 对你来讲相当的优惠 所以强势股的一个操作 把握住它的基本面 跟形态的一个优势 你第一个时间来跟我上车 你真的会大谈 这档会赚科 4月24号告诉你 长龙吞噬可以买 5月4号 创高后无力 卖在84块钱 5月4号卖在这一天 这一段先赚到 赚完之后 从84块钱回档下来 5月11号 我看好 看好我有没有把它接回 77块接回 5天转折向上 就这一天 接回之后隔天涨停 当他再度回档上礼拜五 我告诉会员挂跌停板价 77.2买进 一档股票如果你看好就不要怕跌 跌下来要会买 这礼拜三又是5天低档转折 我有没有带会员买 5月20号的一个会赚科 已经整理5天收缴止跌 78.9以下分辨买进 9.48分 经过三分钟还在78.1 有没有 平盘以下是不是很好承接 买完之后 几乎可以赚一根 那昨天礼拜四呢 大盘重做它没有跌 强势股的特性 抗跌 抗跌完之后就强涨 所以昨天的会赚科 我说一旦过前波高点 87.3 又是另一波涨势开始 有没有过 有没有过 今天工涨停88.9 什么是讲在昨天 让你印证在今天 昨天告诉你 一旦过前波高87.3 又是另一波涨势开始 今天过了 而且工涨停 今天的会赚科 9.09分亮灯 又过87.3前波高 我告诉会员 又是另一波涨势的开始 报老报老 报老 买到强势股的操作 第一波你已经看到了吗 第二波 几乎都买在77块钱附近 两次回档 五天的修正买点 我都带会有买 我不晓得 同庙 你有没有好好的跟上来 大盘 整理 我家的股票 档档都是强棒 这是我一再跟你强调的一个重点 盘在整理 调整只股 太弱流强 你现在就是要买进强势股 一些弱势的股票 你要不要去摊平 赶快换 只有换股 你才有重生的一个机会 关环 5月14号礼拜四 领先大盘过高的强势股 当天可以买 基本面成长37%没有问题 买完之后可以供涨停 礼拜五回档 60块半还在逢低承接 逢低承接完之后 这礼拜就供涨停 在涨停板没有发生之前 先买好嘛 这样不太厉害 对吧 所以礼拜一涨停再创新高 礼拜二继续走高 68.5 礼拜三69.3 今天的光环 73块钱了 73块钱了 我今天下车 资产股票 从三月份 沿路的操作上来 3月12号 当作低点43.7 平台突破是为期涨 这边可以买 买完之后回档7天 3月30号 53还在买 53还在买 上礼拜 一样形态的突破再度的买进 所以任何一个阶段参加我会员的 你有跟着买光环的 大家都贪钱啊 因为它今天股价创下率新高 是不是应该拍手股涨 这一档强势股 有没有比你手中其他持股要强很多 不是只有一档光环 你刚才所看到会赚科 也是一样啊 股价都是领先大盘 往上过高的 机优性的股票 把你所有 不会动的股票 所有的弱势股换到这两档股票 你有没有赚翻的感觉 所以为什么要推出双股专案 一次只做两档 我要给你三比三加三呢 相当的物超所值 绝对不会有第三档股票 集中火力 资金比较好管理 有没有产生一个获利效果 如果这个双股的一个活动 你是买到光环的 你是买到会赚科的 你真的会占得翻过 所以今天那个光环 创下波段新高吗 什么位置买你都占钱 今天下车 为什么要下车 掌停板打开啦 我告诉会员市价赶快出清 12点59分啊 告诉会员的 经过三分钟 你没有看到股价70.7啊 会员大概可以出在 71块钱附近啦 朋友们要 股票的操作 讯息 千变万化 如果有不对 该卖就赶快卖 这张股票 成交量 当时12点59分 还有8000多张啦 我们给你股票量大好进出 又好赚啦 不会像一些 很小型的 没什么量的股票 有时候你要市价卖 会卖不掉耶 但是光环的股价 你看一下它一个量人 是不是很好卖 从12点59分到1点02分 这三分钟 从容不迫的下车啦 一定卖得掉啦 懂吗 70.7附近就卖了 尾盘 69.7啊 所以呢 该下车的位置 我们一定会 带会人做挺力的动作 股票的操作 不会无中生有 你今天看到的 我们力旺卖掉了 我们华汉也卖掉了 我们光环也卖掉了 我是会带会人 卖股票的分析师 卖掉的资金 准备下一档的操作 或是准备 它来到一个相对低点 再把它接回来 高点会卖 下车之心就很好运用 这是赢家的操作策略 所以对于这档TPK 这档股票 它已经好转了 其实在前一阵子 我就告诉过你了 TPK它已经不是落势股了 它今年度接到 小米华硕的订单 如果下半年 接到苹果的订单 它真的会好转 形态上的一个双底 伴随着跳空的一个大涨 既然好转 股价就有推升的力道 所以你手中有TPK的 不用卖 下半年一旦 是接到苹果的订单 它的股价的推升力道 一定是相当惊人 因为之前TPK 接到苹果的订单 股价曾经将近1000块钱 这次的TPK 对你来讲 也是一个重申的股票 所以如果你现在的股票 还是满档的落实股 你不想要如何换股的 给你一个重申的机会 双股的专案活动 就是希望同朋友 你把你的落实股 转到两档强制股身上 一次只做两档 绝对不会超过第三档 这是我们提供给你的 优惠的专案 3比3加3 朋友 3比3加3 对你来讲 真的是物超所值 我希望在下礼拜 你的手中持股 就是两档强制股 赢家的操作 买进强制股 避开落实股 当务之急 赶快付诸你的行动 明天同学们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亲密窗 专利复合式导快 随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俄牌亲密窗 2987 1111 巴菲特 巴菲特 运达头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 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家专线 名额27810909 27810909 02227810909 02227810909 在生活中 在生活中 有许多的病菌 透过飞沫和手传播 打喷嚏 打喷嚏时 用手霸沿口鼻 来不及可以依旧代替 减少病菌散播 预防疾病传播 请注意咳嗽已结 并保持手部清洁 我期盼能给孩子 安定的未来 我想给家人 安定的依靠 我希望靠自己的力量 保障自己的生活 只要您符合 承保条件 付出少许保费 就可向保险公司 投保微型保险 让您及家人 获得多一层保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